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且哭得一声比一声大 很着急的样子 魏无羡像是突然回神似的 猛地从蓝望鸡怀里爬起来 道 我去看看孩子 他为什么哭这么厉害 说着就要往楼下冲 又被蓝望鸡一只手横在腰上捞了回来 急道 先穿衣服 魏英 先穿衣服 是啊 听蓝望鸡叫他穿衣服 魏无羡才想起来 自己身上只蓝散地套了监狱袍 虽说不会露出关键部位 但听蓝战刚才说家里有阿姨 那事得多注意这些 魏无羡又跳回床上 紧跟着又跳下床 跑到衣柜里 随手捞了套休闲居家服来换上 才转身看向蓝望鸡 却发现蓝望鸡早已经穿好了衣服 正双手插兜地靠在门框上等着他了 魏无羡先是一愣 好奇这人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穿得这么快 可一听到孩子的哭声 又瞬间什么都顾不得想了 抓着蓝望鸡的手 拉开卧室门就往楼下走 恰好这时 门铃也响了起来 魏无羡边下楼梯边好奇道 谁啊 我们刚搬来就有邻居吗 其实那有什么邻居 这是独栋庄园 周围根本没有其他家居住 所以环境异常披静幽深 魏无羡此前没来过 所以当客厅的孩子哭时 才会误以为是邻居家孩子 可能是说服他们来了 蓝望鸡放开握着魏无羡的手 你去看孩子 我去开门 魏无羡恩了一声 客厅里 孩子已经停止了哭声 阿姨已经冲泡好了奶粉 这会孩子正咕咚咕咚喝得起劲 魏无羡凑过头去 映入眼帘的是小家伙粉嘟嘟的小嘴 和一果一吸水吸奶嘴的动作 可爱的他心都要化了 阿姨笑呵呵地跟他打招呼 先生好 魏无羡礼貌回应了一声 刚想伸手去碰一碰小家伙的脸 就被门口传来的一声助手给吓住了 魏无羡抬眸 就看见以自家老妈为领头人 带领着一大群人走了进来 这架势 一点也不亚于昨天婚礼现场的热闹 脏色夫妇 蓝西辰夫妇以及蓝启仁 就连江城聂明爵这些个朋友也来了 还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堆玩具和新衣服 这声势浩荡的样子 让魏无羡有些粗手不及 他眨了眨眼睛 嘴唇张了张 半爽才道 你们这是要干嘛啊 巧儿子啊 江城第一个跳出来 我们说好了的 谁先抱到了孩子 谁就给这孩子当干爹 说着江城就从阿姨怀里 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接了过来 当初 蓝锦仪刚出生的时候 他们就抱过 也算是有经验了 江城一抱到孩子 就高兴地哈哈笑了起来 说好了 这以后也是我儿子了 魏无羡抬省不干呢 那是我儿子 我管你呢 江城霸道道 你说了不算 我们说的才算 魏无羡瞬间吴宇家头疼 无奈服我 这帮孙子想要孩子 不会自己去想办法生啊 怎么专门想着来抢别人家儿子了来着 也许是太吵闹 也许是说话声太大吵到了孩子 小家伙奶嘴也不顺了 开始放声哇哇大哭了起来 脏色一脸心疼 从江城手中接过孩子 温柔地哄着 一声又一声的宝贝别哭啊 时是不是他们说话太大声吓到我亲孙孙了 啊 奶奶带你进房间躲起来啊 这下蓝起人不干了 那是我孙子 脏色霸道地瞥了蓝老头一眼 你不许说话 这是我孙子 蓝起人气得胡子都瞧了起来 偏偏孩子那么小一只 他也不敢从脏色怀里抢娃 只能跟在脏色身后 努力伸长了脖梗去看看他还未见过面低大孙子 其实 蓝忘鸡早跟他说过了 这是魏无羡的孩子 可是到如今 他也不管了 魏无羡和蓝忘鸡结婚了 那魏无羡的孩子也是他们蓝家的孩子 魏家想独占 门都没有 他甚至想 明天就找人悄悄把孩子带走 脏色着老太婆每天都打扮得优雅精致的 食指不沾阳春睡 一看就是不会带孩子的人 至于蓝忘鸡和魏无羡 尤其是在想到魏无羡的时候 蓝起人脑海里下意识地就想起来 魏无羡皮里脾气的样子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更加是一票否决了这两人带孩子权利 魏无羡眨眨了眨眼睛 念惹道 那是我儿子 我都还没抱一下呢 你们都别抢啊 你儿子 脏色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你会带孩子吗 你知道孩子多久喂一次奶妈 巴拉巴拉的 脏色愣是把一个 简单明了的问题 用十万个为什么以及现代高科技 都解决不了的方式给阐述了出来 魏无羡只觉得脑袋里全是巴拉巴拉的声音 被逮着不知道说了多久以后 终于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认输道 行行行行 我不会带孩子 要不 你们先把孩子抱去婴儿房 一个一个轮流着来 一个抱一分钟 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这个主意好的话 紧接着 抱着孩子的脏色 便被一群人簇拥着 其实形容得更准确一些的话 他们不是簇拥 而是是把脏色嫁着去了婴儿房 魏无羡看着这浩浩荡荡一群到了客厅 又浩浩荡荡去了婴儿房的人 眨了眨眼睛 瞪着眼睛半上 才发出一声由衷的感叹 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蓝忘机却突然笑了起来 伸手拉过魏无羡 从后面抱住了魏无羡 把下巴轻轻搭在魏无羡的肩膀上 声音低沉温柔 你看他多受宠啊 有这么多人都很爱他 嗯 看出来了 魏无羡也笑 他把手附在蓝忘机 抱在他腰上的手背上 轻轻摩缩 内心早已激动得不知道要如何表达才好 蓝忘机亲了亲魏无羡后脖梗上的软肉 所以 这个惊喜你还满意吗 满意啊 蓝忘机继续道 你开心就好 只要你开心 那我做的一切事情就有意义 魏无羡还被自己一觉醒来 就有了个儿子的喜事 给兴奋的头晕晕乎乎的 好半天了才想起来问人 蓝湛 咋儿子有名字了吗 嗯 蓝忘机在喉咙里 轻轻摁了一声 用自己的侧脸亲密地蹭着魏无羡的侧脸 柔声道 就让他叫司追吧 司君不可追 问君何时归 这表达了魏无羡不见的那五年 他对魏无羡深深的思念 和日日夜夜渴望着 期待着的重逢 思 追 魏无羡轻声重复 念了一遍这两个字 杨淳笑了起来 好名字 司年华 永远怀念我们 年少是美好的时光 不光是怀念年少 过去 现在 将来的每一天 都将值得我们深深怀念 深深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